罗兴亚难民危机延续多时 终究没有解决方案 首相敦马哈迪在联合国大会上 直接炮轰联合国 对难民课题保持揭默 明天政府也显然不愿意采取 任何的应对行动拒绝配合 敦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项危机 着手解决 防止衍生更多的人道主义问题 难民困境引发移民潮 也敲响了人道危机警钟 首相敦马哈迪星期二 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参与罗兴亚危机会议 提及缅甸若开邦种族灭绝的困境 包括大屠杀 强奸和严重侵犯人权的 各种残暴行为 迫使罗兴亚人迁离家园 逃难到孟加拉 敦马赞扬孟加拉 收留超过120万名罗兴亚难民 而我国也尽全力提供人道援助 反观 缅甸政府不愿意采取 任何应对措施解决最常危机 尤其联合国更是充耳不闻 敦马强调 我国政府在孟加拉克斯扎巴尔 设立野战医院 协助当地数以万计的难民 无奈的是 当难民留在营地的时间越久 处境显得更绝望 容易遭到各种形式的人道剥削 甚至可能成为跨境犯罪集团的目标 沦为性奴或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敦马呼吁国际社会及时伸出援手 遏止情况恶化 敦马也直接向缅甸政府开炮 谴责当局拒绝让联合国官员和人道援助人员 到若开邦协助难民 这种行为形同蓄意隐瞒局势 敦马炮轰缅甸操纵难民课题 煽动仇恨和暴力 我国政府曾经计划遣送难民回国 却以失败告终 显然是因为难民心有余悸 无论如何 政府会坚持采取自愿性的方式 将难民安全送回家 下榜协助六分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